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霈 我們趕快來歡迎今天要PK 明星親子料理的兩位來賓 首先呢 好久不見 我們歡迎本芸姐 嗨 大家好 接下來要跟她PK的 是火鍋店的老闆娘 但她其實不太會做菜 她講了一嘴好菜 我們歡迎珍妮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珍妮 當然啊 今天呢 我們有一位特級廚師 來到了現場 她待會兒也要幫我們示範做料理 我們歡迎的就是 我們的柯俊年 柯老大 大家好 我是柯俊年 營養的部分就交給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食材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 我們乾脆就是週一到週五 每天都做不一樣的 好了 而且是我的強項 也是我的強項 我相信是電視集前觀眾朋友 很多不會煮的 很多人的強項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指定料理就是 泡麵 泡麵是廚師的好朋友 為什麼 我們累了半死回家 還要煮什麼飯 吃熱水瓶一按就好了 我以為廚師回家 都是要炒三針海味 沒有 已經體力那麼累了 回到家 肚子餓就是泡麵打開 而且你知道嗎 他家說嫁給廚師會吃得很好 對 錯 因為在餐廳裡面做很久 他回到家說 你可以弄給我 對 那個泡麵是泡一下 是 他幫我加點蔥 不過我們想說 泡麵人人會煮 但是煮出來好不好吃 就見仁見智 對不對 有些人可以把泡麵 變得非常厲害 對 對 北宇姐是會煮菜的人 我是會煮菜的 而且我也喜歡煮 像泡麵 當然就小時候常常吃 可是因為長大了以後 你會開始注意養生 所以現在 我不光是就是水按下去而已 我就會編一些新的花招出來 就是泡麵加上一些新鮮的食材 很多女生都怕說吃泡麵不健康 所以就硬是要把在裡面 加一些有的沒的對不對 對 加一些蛋 甄莉姐妳不用講 我知道妳應該很會煮泡麵 對不對 泡麵 水餃 都是妳的強項對不對 是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泡麵 一般用泡的 其實我覺得 就是它沒有 好像不是那麼的營養 我都喜歡用煮的 用煮的 其實要用煮的比較好吃 而且其實煮的 你又可以放新鮮食材下去 它比較營養 它就沒有大家想像泡麵 那麼的不營養了 對 但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這樣加這樣加 泡麵就很營養 但營養師真的是認為 泡麵有營養嗎 好 泡麵本身是沒有什麼營養 但確實它的營養來源是 是從外面加進來的 包括會加蛋 有的人會加菜 甚至於更豐富的人 會加蝦子什麼的 那個才是它營養的來源 不過泡麵 我確實要幫它 澄清一下一些事情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吃泡麵會變木乃伊 會掉頭髮 甚至於網路上很嚴重 就是說吃泡麵會有致癌 這一種的 或者是說什麼在體內消化 很難消化 事實上很多人會有誤解 因為泡麵其實 它並沒有加任何的防腐劑 對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都把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 全部都講完了 真的嗎 我想要問一下北瑜姐 聽說你好像很多東西 吃的都會過敏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 你是過敏體質的人嗎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過敏體質 我是去看了營養師之後 才知道說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我不能吃 我蛋 奶 豆 然後蝦蟹 其實我都是不能吃 好嚴重 對 那還能吃什麼 蛋 奶 豆 蝦蟹 是每天都會吃到的東西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新鮮的蔬菜 我就都可以吃 然後就是我盡量讓自己的體質 不要變成太涼 因為本來就是寒體 對 吃東西的時候就特別注意 就寒性的食物不要吃 然後讓自己身體溫暖一點 當我照了營養師的這樣子 知道我哪些不能吃之後 我以前會手腳冰冷 但是我現在冬天 我不會手腳冰冷 真的 真的耶 我手腳很冰冷 因為我那個來 對啊 本燕 我之前跟妳一起做美食節目的時候 妳什麼都吃 對 而且那甜點吃得很可怕 真的 她只要看甜點 就沒有忌口的 真的 我以前是可以買 我以前可以買一個 一個8吋的蛋糕 一個人吃掉 一個人吃掉 一邊看電視 一邊用湯匙挖來吃 這是一種空虛寂寞 覺得冷的現象 然後還有以及 永遠都吃不飽的感覺 但是後來就 因為發現膽固醇太高了 身體有一些異樣出來 然後才知道說不能這樣吃 對 後來就是開始忌口 是 其實忌口很重要 尤其是甜食 女生吃甜食其實不太好 男人其實也是 都是 因為 以以理的標準來說 甜食就是造成身體很容易發炎 身體的發炎 而且其實裡面的油脂 會讓你酸酸乾油脂真的飆高 我是喜歡喝熱熱的花生 這樣再沾油條 不行 那太甜了 難怪妳看她的肚子 要用手去遮住她 不過是 我們今天竟然請到科老大來 我們有講了泡麵 科老大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些煮泡麵好吃的小秘訣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些泡麵的事情 像剛剛我們講過一些 泡麵的一些東西 大家要記得 如果現在 你除了買台灣的泡麵 因為台灣泡麵有分 碗裝的跟那個帶裝的 對 那我們都是沖熱水就好 但如果你買國外的泡麵 如果是帶裝的話 都是要煮的 是嗎 都是要用煮的 真的嗎 不能用泡的 國外你是說除了台灣 比如說韓國跟日本 我們常常會買 真的嗎 韓國跟日本的品牌的泡麵 然後記得帶裝的泡麵是用煮的 它不能用泡的 真的 你會吃 硬幫幫的好像沒有泡手 沒有泡開 難怪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吃韓國的新拉麵 可是新拉麵有分兩種 有一種是在便利商店買 是用碗裝的 那個沖熱水就可以了 所以我跟你講一定要區隔 日本也是一樣 就是它如果用碗裝 不管它是用保麗龍的 或者是用紙杯的 就是那個才能用泡的 我們都是覺得說 是用帶裝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就買帶裝 對 大家都買帶裝 對 然後直接沖熱水 台灣的話 不管它是碗還是帶裝 就是已經打開 就是用沖水就可以了 但是你買到日本跟韓國的話 一定要記得一點 帶裝都是用煮的 然後碗裝才能用泡的 麵體有區隔就對了 對 然後麵體現在有分 油炸麵以外還有水蒸麵 對 還有一些非油炸麵 因為現在技術比較好 以前用油炸麵是為了保存 對 現在沒辦法 就是大家為了健康來講 就是油炸麵會去改變 然後他用水蒸法 水蒸法的麵 然後像一般來講泡麵 像真的是廚師好朋友 因為真的就是回到家 是很餓的時候很累的時候 就是那個來弄 但是我們不會簡單弄 說實在 真的 不是只有沖水而已 對 也是一種五星級的泡麵 我們會放個龍蝦什麼之類的 放個龍蝦 三倍龍蝦的泡麵 OK 既然我們今天聊到泡麵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說 吃泡麵不健康 但是網路上既然有人在流傳說 我們女生都很怕水腫 網路上有人流傳說 泡麵加牛奶可以消水腫 真的假的 看一下 煮好的拉麵在鍋子裡 被滾得冒出濃濃的白煙 紅色的湯頭香氣四溢 用筷子攪一攪整碗麵 竟然變成粉紅色 看起來真的好好吃 在韓國這個吃辛拉麵 通常是在半夜的 11點12點左右 那麼會加牛奶 最主要是預防明天會水腫 因為這鹹嘛 所以它那個 蠟子的含量會比較高 在水腫方面不一定可以達到 因為它總 熱量還是在裡面 我覺得你倒不如奶 吃少一點 然後把鹽分拿起來一點 甜味料不要擺那麼多 周醫師對泡麵加牛奶的功效 暴食懷疑 也認為倒不如少加點調味料 打開調味粉 將一半的量加入麵中 起鍋 將麵放入碗中 看起來也沒有太大差異 其實除了加牛奶 或少加調味料 加點蔬菜也有幫助 黃瓜含有餅醇二蒜物質 可以抑制糖類物質 轉換成脂肪 裡面的纖維素 能夠沥水 所以可以消水腫 海帶的纖維多 可以促進膽固醇排除 也能消除水腫 其他像是薏仁 大白菜和花椰菜 也都能 清熱粒尿 馬鈴薯和香蕉 都富含甲 能幫助排除 因為鹽分摄取太多 滯留體內的鈉 幫助消除水腫 忠醫師也特別提起 哪怕食材 能幫助消除水腫 但飾量最重要 否則還沒消腫 已經先胖一圈 記者 吳采駿 吳奎言 嚴禁語 曹衛生 綜合報導 這次新聞真的很瞎 就到底是可不可以 是不行吧 熱量還是很高 不行啦 因為會水腫主要是 泡麵裡面的鈉含量 它會在體內抓水 對 所以它會讓你就是 經過一個晚上之後 還是水腫 但是要把這個鈉排出去的話 我們只有用一招就是高甲 牛奶是高鈣 所以其實是不對的 它之前加牛奶 只會讓它味道 可能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是高甲的話 意思就是說我們吃完泡麵 或是吃完一些鹹酥雞之後 就吃香蕉 水果是OK的 但是你只有在泡麵 你是要煮進去對不對 你不可能煮香蕉 就是一口泡麵 一口香蕉 青菜多放一些 青菜之外 其實有一種菇類也滿好的 什麼菇 就是一般所有的菇都可以 香菇 草菇 金針菇 這三個其實屬於高甲的菇類 那種現在很常買到一袋一袋 那種草菇 可以 草菇也可以 菇類是在蔬菜裡面 算是甲含量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怕水腫的話 第一個你當然湯頭 還是不要喝太多 可能喝一半 因為你主要含量還是太多 你還是排不出去 第二個就是確實 你要多喝一點水 然後再來就煮泡麵的時候 摘一點菇類或綠色的蔬菜 最後如果你不怕胖的話 倒是可以補一個高甲的水果 比如說桃子 現在生出產的小桃子 然後或者是香蕉 然後或者是木瓜或是小番茄 這個都是屬於高甲的食材 可以幫助你沥水 可是還是會有胖的可能 了解 但是大家在說泡麵不健康 到底泡麵不健康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麵體 還是因為油包 還是因為哪裡出了問題 好 其實大概分幾個方面講 第一個就是說早期的話 他們發現麵體是油炸的 它卻不健康 但剛剛科老師有提到 現在已經有改良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麵體 其實乾燥之後 它根本不需要加任何防腐劑 但是它必須要加一個抗氧化劑 因為它容易氧化 可能容易產生一些油耗味 或不會的味道 抗氧化劑是說 它是合法添加的 維生素C也是抗氧化 維生素E也是抗氧化 所以要添加維生素E進去就好了 對 但是它是合法的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不會是像早期說 為什麼得木乃伊或是掉頭髮這些 但是掉頭髮確實它跟所謂的 可能你吃太鹹的情況之下 影響到腎臟 腎臟他們中醫在講腎氣 腎氣跟血跟髮有關 所以是這樣衍生過來 事實上吃太鹹只會得高血壓 並不會掉頭髮 所以其實有一些迷失 那個油包是重點 油包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油包比較容易 凌結成那個快的話 它事實上 它裡面的飽和脂肪酸其實滿高的 含動物性油脂 就是感覺好像是用豬油跟油蔥 去調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飽和脂肪酸算是高的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 它越容易凝固的話 你可能在加的時候 可能建議是減半 它相對它的脂肪酸降低 比較不容易膽固酸過高 可是你有發現嗎 容易加油包的是台灣的泡麵 然後還有東南亞的泡麵會有油包 通常韓國的泡麵跟日本泡麵 日本泡麵只有調味包 對 他們沒有加油包 他們是把油包放到哪裡去 不是 他們的油變成粉末狀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調味包裡面其實是有油的 對 像牛奶跟奶粉的意思一樣 牛奶也含有油脂 它做噴霧乾燥 它噴霧乾燥就變成 它就是一包調味包就好了 所以它已經把它變成粉末狀 其實我們這一集要發一禮來 他很掙扎 原因是因為他竟然要把泡麵講得 好像沒有那麼罪惡 如果假設 因為我們都很愛泡麵 泡麵太好吃 假設我們如果真的要吃泡麵 有沒有泡麵比較稍微健康一點點的吃 第一個當然是不用保麗龍的容器 因為如果你在家煮泡麵 相對真的比較健康 因為你用自己的碗 然後用一般的就是碗筷 不是用那種外面的 那外面其實就算紙盒的 我們也不鼓勵用 那紙的那種泡麵有沒有 像不用保麗龍 也不是那種紙的泡麵嗎 那紙的裡面其實還是有塑膠 還有那個防水 對 其實我們還是不鼓勵 所以你真的要吃泡麵 第一個買回家自己煮 然後第二個 就是要方便 但是建議真的還是要準備著 一個比較好的碗筷這樣子 然後另外你的油包 或是你的調味粉 其實相對的建議可以減半 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的話 其實像我自己有時候 會加一點昆布或柴魚 讓它的味道增加 或是有時候我會放 因為我有時候會備一些小魚乾 所以其實會讓它有鹹味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當是可以改變 蔬菜當然要多一點 我通常會煮一整碗的蔬菜 把它整個蔬菜量增加 再一碗變三碗 它就是其實增加膳食纖維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 他會覺得吃泡麵 隔天很容易便祕的原因 是因為它膳食纖維不足 所以其實我剛剛提到 菇類或是蔬菜的話 一整碗下去 然後最主要我覺得泡麵 可能一些辛香料倒是可以放 就是蔥 對 其實可以放進去 辣椒那些可以嗎 辣椒也可以 新鮮的辣椒會 如果妳有辣油 妳乾脆不要放辣油 妳就放辣椒算了 對 好 以理要把泡麵講很健康 對她來講是有損專業 好 但是我們今天不管 我們就是要用泡麵 做出好吃的料理 兩位藝人要用泡麵來PK 本雲姐今天要用泡麵來PK什麼 我今天要做的是 黃金廣東泡麵 妳要做兩面黃 對 真的假的 把泡麵變成兩面黃 很費工對不對 可是很好吃 很簡單嗎 很簡單 大家可以學學 但是今天甄莉姐 用泡麵的什麼料理來做PK呢 被義大利菜 這是義大利麵吧 這是義大利麵吧 對 可是是做在泡麵上面 妳是用泡麵體去做 對 這兩道我倒是沒吃過 因為我平常也都是 只有加一些蔬菜上去會炒 大不了炒個泡麵 但是沒有那麼搞剛 黃金廣東泡麵 好 介紹我們今天的四位小小評審 Rider Gaben Rion 還有Rachel 好 馬上就要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甄莉姐要來幫我們示範是 青醬乾拌麵要用哪些食材呢 來看看 有泡麵三包 青蔥蛋三顆 橄欖油數量 白酒一大匙 帕瑪森乳酪150公克 蒜仁六顆 西芹碎一大匙 巴西里碎兩小匙 黑胡椒粉一匙跟 義大利香料一匙 那我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好的 Gaben還有Rachel要幫你拿東西 我需要他們幫我拿泡麵 還有蔥跟蒜頭 知道嗎 GO 加油 蔥馬上就拿到 對 蔥很好賺麵 可以看 蒜頭 蒜頭 蒜頭咧 這邊小顆小顆的 小顆小顆的 那個碗裝的 對 看到了 對 拿回來 蒜頭有了 有蒜頭 有我們的泡麵 還有蔥 好 好 謝謝 接下來其實我們要做這個 青醬是還滿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很簡單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機器 所以它就變得很簡單了 甄莉姐它真的是一位 它不是一位料理高手 但是它是器材達人 它是模型達人 真的 我真的是真的很厲害 它什麼都有 你看 那個要煎蛋的有沒有 愛心蛋 這是哪裡來的剪刀 它有這種剪刀 有沒有 一大堆的 對 然後現在又帶了一個什麼機器 對 這個機器是專門做醬料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些小小的都放進來 巴西里 對 還有一小匙 好 其實我們在打之前 我們先把泡麵放下去煮好 對啊 你來煮泡麵好了 要不要 我們把泡麵放下去煮 好不好 所以你裡面加了是 我有放巴西里 然後我放了芹菜 芹菜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義大利香料 中和香料 對 然後還有我們把這個 帕瑪斯起司放進去 你的青醬跟我們想的都不大一樣 對啊 為什麼 義大利青醬原則上是九層塔 對 是用羅勒去弄對不對 然後它的青醬是用巴西里 對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而且巴西里還不多 然後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的起司是用那個 巴馬森那個起司粉 對 它是起司條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白酒 我們就放 放倒一點進去 好的 你巴西里是不是要放多一點點 不然你沒辦法打成那個顏色 對 全下了就可以 柯老大 你今天在旁邊 你要指揮他一下 真的 你可以指揮他一下 他等一下沒有做成功 我們還有這個蒜頭 我看到他 他是開火鍋店 不代表他會煮東西 對 這樣子 你要指揮他 黑胡椒多一點 我們放一些黑胡椒粒進去 對 黑胡椒多一點 不過他很不確定 然後 然後我跟你講 那個芹菜再多一點 芹菜再多一點 對 讓我們那個香味 蔬菜香味更壯 對 那妳蔥刺放在什麼地方 蔥刺我最後 我們做完的時候 我們要放在上面 對 那還好 對 然後你把橄欖油加進去 橄欖油 對 橄欖油加進去 對 那個全加了 所以他現在倒的這一碗 應該140C都不到 對 不到 對 不到 然後再把它蓋進去打 看起來很厲害 可以了 有了 好 對 這樣就會很香了 我覺得你可以再打一下下 好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泡麵煮太久了 會爛掉 我們先把泡麵烙起來 我覺得他的蒜頭力還是太大 蒜頭力還是太大 再打一下下 泡麵烙起來 打太久 擔心他那個溫度升高 溫度升高會怎麼樣 溫度升高容易焦化 容易壞掉 因為一般我們在高旋轉 就產生高熱 很多人不知道 他就會有那個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在旋轉的東西的時候 它會一直旋轉 但是你知道嗎 高旋轉就產生高熱 因為高摩擦 對 所以食物容易換 對 所以這可以學習 沒有學習 對 這我們還不知道 是用在料理的任何東西上 對 反正都是要用果汁機 或是用這種調理去打 一般來講你高旋轉 它就產生高熱 可是平常我們平常在處理 譬如說豬絞肉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把它 譬如說要做魚漿 或是做什麼絞肉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那個食物調 加冰塊進去 降溫 了解 所以人家做貢丸 做什麼魚滑 花絲滑 丟冰塊的意思這樣 其實它就已經很香的了 超香的 真的 有蒜頭還有一個味道 對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青醬 基本上它就完成了 好 然後我自己在家裡已經準備好的 這個是油蔥醬 所以我今天讓你們有 三種口味可以試 這個也是我在家裡 先調好的糖醋醬 我想說小朋友喜歡吃 稍微甜甜的 所以也可以讓他們 吃一點這種口味 意思就是說你今天在 做三種口味 對 做三種口味 加碼給我們兩種就對了 對 沒錯 你油蔥醬跟糖醋醬怎麼做呢 是 像這個油蔥 其實一般在外面 我們可以直接買油蔥罐頭來 然後就是當你煮完麵條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它拌上去 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對 像這個糖醋醬 我們就要再加自己調 它就是番茄醬30公克 然後水45 然後還有醋也是45 糖要60公克 糖 糖的成分比較多一些 對 當然 所以它才會甜甜的 它才會甜甜的 所以你現在剛剛已經打好那個醬 所以我們其實就直接拌到泡麵上面 這跟義大利麵做法是一樣的 是一樣 對 所以其實只是要把泡麵 換成義大利麵 其實太成分了 所以你只是取那個泡麵的麵體 你所有裡面的任何調味料油包 全部都沒有 對 沒錯 而且這樣很健康啊 就我們剛剛提到 油包跟那個 都是納蘭那樣過高 對 所以你等於是自己做那個醬料 你少了一個松子 再加松子 太多了吧 沒有 青醬本來就有加松子 好香喔 你可以先吃一口看看嗎 對 你可以吃一口 你可以先吃一口看看 因為我最愛吃泡麵 我是泡麵人好不好 其實泡麵的麵體 它有每一種的做法不一樣 有的有捲曲度 有的上面有小顆度 而且有些麵還比較寬的 對 還有有寬麵的 我覺得你可以再調鹹一點點 OK 沒問題 因為我們還沒試味道 它剛的醬汁沒有加鹽 對 我們還沒有加進去 對 它沒有加鹽 沒有加鹽 所以是很健康的 是很健康的 因為有那個 有營養師在 有營養師在 OK 好 因為平手的話 伊犁就會投票 對 好 所以甄莉姐這道已經完成 然後妳剛剛也幫我們 試了兩個麵題對不對 是的 這邊還有一份 心機太重了 對啊 這個心機太重了 你看 太厲害了 然後怎麼說厲害的東西 還有愛心蛋 愛心蛋 有沒有看到 它有個健康營養的蛋 有沒有 對 妳愛心蛋就一定用馬鈴鐺 對 就用它煎 對 它就可以煎這麼漂亮的蛋了 這心機好深 伊犁 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營養成分 其實因為我們只要 醬料自己做的話 相對你的油脂 跟你的鈉含量 真的都會降低 而且它是現做 用現有的食材去做 相對來講比較新鮮 但它的蛋真的是堪稱一絕 因為除了好看之外 我覺得只要在泡麵裡面 其實煮泡麵 我們都建議加蛋 因為你沒有蛋白質 對 對 你沒有優質的蛋白質 最方便的就是雞蛋 對 雞蛋的吸收率又是最高 因為水煮蛋 或像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用這種低溫去做的蛋 其實它不像一般的那種煎蛋 煎蛋的話 相對吸收率會比較低一點 這種水煮蛋 大概達到百分之九十七百分之 代表小朋友真的要吃泡麵 我們真的給它一顆蛋 會比較營養 了解 所以這感覺是 在不健康當中的 沒有不健康 非常健康 還滿健康的 非常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本雲姐用什麼料理來應戰 好 接下來要幫換本雲姐 幫我們做泡麵的料理 要做的這個是 黃金廣東泡麵 用的食材有泡麵一碗 雞蛋兩顆 太白粉些許 香菇還有貢丸 比起來就比甄莉姐的食材 簡單多了對不對 但是本雲用貢丸 小孩子最喜歡貢丸 我也超愛貢丸 我根本就是小孩子 我喜歡吃貢丸 那我今天派兩位小幫手 那你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好 那可不可以請你們幫我拿 泡麵 香菇還有雞蛋 泡麵 香菇 雞蛋 速度好快喔 雞蛋 拿到泡麵了 好 好 拿回來 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 酷喔 小心喔 超快的 你們都拿對了耶 好厲害 好 怎麼做呢 好 那我們現在要先煮麵 Rider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把泡麵 丟到這個鍋子裡面 它現在下來會掉下來 它會掉下來 你請他把泡麵給你 好 給我 來 泡麵給我 然後你們幫我數30好不好 數到30 數到30喔 數到30喔 好 我現在要放下去囉 要煮3 1 2 3 4 他們在煮泡麵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始切 我的料 那香菇呢 我可以把它切成 5 6 丁 5 你要切丁喔 對 切丁 5 13 14 15 他們很認真在試 6 很棒 17 18 妳是切大塊大塊吧 對 它就大概每一個都長得都差不多 因為這樣熟的速度才會一樣 就是切有點像四分之一這樣 對… 20 20 不行 不會那麼快 21 不行啦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妳的速度會不會太快了 她加速度 速度可以平均一點嗎 好…30秒了… 30秒了 那我要把麵撈起來了 好了…數完了 不能再數了 好 所以妳的泡麵 其實才煮30秒而已對不對 對 因為待會還要煎 所以它… 而且拿起來以後 它還會後手 先把泡麵 撈起來 撈起來以後呢 好 撈起來之後 妳要用這個泡麵對不對 對 撈起來以後 我就要用這個泡麵了 OK…好 這樣熟的程度剛好 對 不會太… 不會太軟 太軟 然後泡麵撈起來了以後 就把蛋 雞蛋 只有蛋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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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加蛋黃 對 只有加蛋黃 然後兩顆 然後趕快把它拌去 趕快拌 趁熱嘛 對 趁熱 趁熱趕快拌一下 好 OK 放著備用 現在我們在 我們先把料備齊 因為要這個煎很快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就是這個不是調味粉嗎 對 你要用調味粉 對 因為我們就不要加其他的調味料 我們就用這個裡面的調味包 但是因為這樣會太鹹 所以我們也不要這麼多 然後我再把它倒一半出來 放一半的調味粉 對… 用一半的調味 OK 這樣子 這樣應該就會比較好 然後再加水 一點點嗎 還是多一點 多一點 好 再一點 OK 好 先備用 我們剛剛還忘了切一個東西 豆腐 你有要用到豆腐 我有要用到豆腐 因為這樣營養才會均衡 這是那個蛋豆腐 對 雞蛋豆腐 然後一樣 因為我們的香菇跟貢丸 都是塊狀的 所以我們豆腐 也就把它切成丁 所以它主要食材是什麼形狀 它的副食材都是同樣的形狀 就是同樣的差不多的形狀 對 它這樣熟的速度會一樣 但其實雞蛋豆腐是打開來 它可以直接吃的吧 稍微燙 稍微過一下 我們雞蛋豆腐有分兩種 對 一種是真的雞蛋做的豆腐 一種是 就是大豆做 就黃豆做的 然後添加顏色香味進去 是喔 所以 一般是雞蛋做 對 一般是雞蛋 就芙蓉豆腐的那種 對 OK 好 那我們現在料都備齊了 我們就要開始煎兩面黃 好的 放過來 好 我們現在要先來煎麵提 對 那就把我們剛剛的那個 這個 那個那個 調好的這個 這個 好 先把這個泡麵呢 就放下來 是 然後就是藉由那些熱氣 把那個蛋汁凝固 對 把它蛋汁凝固 由它變成脆的 我們吃廣東麵是不是 那個脆的 對啊 脆脆的 廣東麵也是煎過 廣東麵到底是煎的還是炸的 懶惰的人用炸的 實際上是用煎的 因為炸的會比較快 但實際上是用煎的才是正確 了解 但我平常在外面吃到廣東麵 都太過於酥脆 那應該是用炸的吧 用炸的 因為它偷懶 因為炸進去速度比較快 所以用煎的速度慢 是 煎的話 煎成一半 半成面底下是 它其實已經固定了 它上面其實是會這樣子 你要把它煎到定型 是 所以你只要煎一面就好 要兩面 兩面 這次先給大家看一半 OK 好 麵體煎好之後 接下來要炒料對不對 接下來要炒料 你料要怎麼處理 料它也是有順序的 比如說像香菇這種會 會香的食材 我們就先下去 讓它先爆香 好 然後先拌炒一下 是 然後拌炒到 你聞到它的香味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供完 丟進去 丟進去 好的 放進去 對啊 蔥味都多一點貢丸 吃一點貢丸 好 都放一點貢丸 然後再拌炒一下 你看到貢丸它外面 一定有一點恰恰 那種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再把最後的豆腐 雞蛋豆腐 對 因為豆腐其實最快熟 對 一下一下就OK了 然後把豆腐也是煎到 外面有一層薄薄的金黃色以後 我們就要加現在最重要的一個步驟了 就剛剛我們用那個調味包 調味粉 這時候因為它是廣東炒麵 它要勾芡 了解 所以我們就再放一點太白粉 所以你剛剛放那個熱水去調的時候 要先放涼一下 對 先放涼一下那個粉才不會結塊 對 不然它就變擠勾子 因為它時間比較長 所以它已經有放涼了 對 然後我們再把這一碗勾芡的水 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勾芡 那煮開就粘稠了 對 它就變固固的感覺了 對 其實很快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這邊我剛剛在外面 已經做好了一個 這邊的廣東炒料 倒在這個兩面黃上面 所以煎完兩面黃之後 把料放上去就是這樣子 成品了 對 我們今天要PK之前 當然今天師傅來到現場 我們當然要請柯老大 幫我們示範一道 我覺得這道料理 我也很想吃 每次柯老大跟我們示範 都是外面沒有賣的 來看看柯老大要示範的這一道 泡麵是什麼料理呢 接下來 柯老大要幫我們示範的這一道 叫做 番茄青子泡麵 我們用的有哪些食材呢 牛番茄一顆 泡麵一包 去骨雞腿肉一隻 雞蛋兩顆 蔥兩根 乾燥海帶牙十克 油一大匙 鹽二分之一小匙 胡椒粉少許 我發現柯老大很喜歡 用那個優質蛋白 雞肉對不對 雞肉 對 它的熱量又小 我比較愛吃肉 吃肉比較會長肉 果然有馬的 是一天這樣很大 我愛吃肉 怎麼弄呢 這個我們先來介紹這個食材 我們剛剛講那個番茄 我跟你講番茄 我們拿過來的時候 番茄洗乾淨以後 我們記得在切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皮要去掉 什麼化石製碳一下皮去掉 我跟你講不要把珍貴的東西拿掉 是喔 因為皮才有那個維生素A 才有切用什麼 還有那個裡面的紙也不用去掉 你就直接這樣拿起來 就直接把它切了就可以用了 可是很多人都說那個皮吃起來 會你知道很難入口 會會沙芽縫到 煮久一點就好了 煮久一點它是軟的 因為它皮它會捲曲 所以你遇到熱 遇到熱的時候它就會捲曲 是因為有全食物的關係 對 所以一定要 像我這個我就是全部切進去 全部都切進去 是 全部切進去然後全部都使用 所以現在這個切好 對 你就不用再去什麼去皮幹嘛 因為我們煮泡麵 最主要就是要方便 還在那邊把皮弄掉 是 沒有 我們不是做那種高級的西餐 我們一般來講 就吃個泡麵而已 不需要那麼麻煩 然後雞肉一定要記得 因為泡麵也是拿到嘴巴裡面 就不要再把食物拿出來 尤其日本人 如果說大家有接待日本人的罐 一定要有個觀念 就是說 是一個極為不禮貌的行為 沒錯 日本人是食物放到嘴巴裡面 在從食物裡面拿東西出來的話 是一個極為不禮貌的行為 沒錯 所以即使我們吃鹹酥雞有沒有 我們希望吃一吃以後 有沒有 他們不行 不可以 他們一定剃得很乾淨以後 才放到嘴巴裡 對 所以也是一樣 我的雞腿也是一樣 雞腿就是切一口大小 然後把骨頭去掉 你看我都把骨頭去掉 去骨雞排 對 你就是用雞腿這樣子 雞腿排 對 然後你就是把它切成 一小塊一小塊這樣就好 譬如說我每一次 我都要把它切成這樣 就是一口大小 剛好小朋友適合的那個大小 但我不會把皮捨去 因為其實 所以你要用他喜歡皮 我會喜歡吃皮 膠原蛋白對不對 小朋友OK 但是如果是媽媽 就建議一下把它切掉 對 我們就是每一個 就是把它切成這樣一塊 就是一口一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 雞蛋那個就不用介紹了 再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會把蔥跟海帶牙放在一起 乾燥海帶牙 海帶牙記得一點 很多人海帶牙就是 泡冷水先泡 然後一直泡在那裡面 你摸的時候是黏黏滑滑的對不對 實際上對日本人來講 因為海帶牙是日本人喜歡的東西 它黏滑一出來的話 它的營養價值就降低 而且它會破壞燃料 因為它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可能就會跑出來了 對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泡個三分鐘以後 就把它擠乾 你泡麵的話連泡都不用泡 你就直接放在麵上面 直接沖熱水就好了 好 現在開始來煮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先把雞肉放進來 好的 我們先把剛剛切好的雞肉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雞肉放進去的時候 就放一點油去煎它就好了 我們放一點油去煎的時候 你就是大火來煎 然後把皮面先朝下或怎麼樣 然後讓那些油脂又出來一點 皮才會出水好不好 如果說要再營養 這就是再健康一點的話 因為雞皮本來就有油 你乾脆不要加油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喔 可以不用加油 因為椅子在燉你 椅子在燉你 直接用雞皮的油就好 對啦 雞皮的油就OK了 有時候我們要油嘴滑水 OK 然後你就是一面一面這樣煎 大概不用煎到全熟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動作要做 我們只是把表面煎會恰恰 有一點微黃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們一面煎好 煎好以後呢 剛剛的油就是現在要使用 為什麼說要放一點油 其實用油來帶油會比較快 你只有雞肉去煎的話 那個油出來反而比較少 了解 就是用油來帶油會比較快 然後你看這個番茄全部再把它 全部把它放進去 這雞肉弄完之後已經有香氣 番茄再給它下去 對 番茄 而且我跟你講 番茄剛剛為什麼講皮不要去掉 我稍微炒一下 讓它跟油脂接觸一下 你就知道 等一下你看 這個油脂都變紅色 它要讓起紅素跑出來 對 其實我待過醫院五年 真的 全台灣廚師只有我待過醫院五年 真的厲害 所以營養常識的知識很夠 有一點點 OK 然後切紅素出來以後 番茄 你看我到現在為止 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對耶 我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因為番茄會出水 對 我們就是要那個番茄的水 那個自然的那個酸酸甜甜 那個出來多好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火改小 然後慢慢慢慢 你看水開始慢慢出來 還有剛剛肌肉的一些汁也出來了 然後肌肉到差不多熟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鋸到 往中間鋸一下 把這個旁邊的東西往中間鋸 往中間鋸的時候 剛剛不是有兩顆雞蛋嗎 對 打一打 打均勻以後 我們把它往它中間淋上去 這個時候倒下去 淋上去以後 趕快關火 馬上隨即關火 對 不然蛋就馬上就會變硬掉了 蛋就變成蛋花了 對 就變成那個炒蛋片 是 我們現在就是要吃那種 有一點很熟的那種滑口 滑口那種 因為你是青子凍的那種概念對不對 對 所以才叫番茄青子 對不對 而且你吃的營養素又更好 實際上那個麵 實際上我的澱粉越來越少 對 但是我的一些蔬菜跟蛋白質會增加 了解 你看光我光炒出來的 這個湯汁其實 實際上它是有點紅色的 對 先來吃吃看那個蛋 就番茄炒蛋的感覺 那它就有一種雞肉的香氣 是的 就是 就是你把番茄炒蛋的這個觀念 放進去 而且重點是它完全不鹹 就是不像那種泡麵 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等一下泡麵 我是不加它調味料的 就健康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等一下泡麵 不再加調味料了嗎 我泡麵不加調味料 好健康 難得 不加調味料 對 沒有加調味料 但是味道是夠的 因為番茄本身有味道 你用一點點鹽 只是引味道出來而已 所以你們還有一點你們不懂 你知道麵體本身它有調味嗎 麵體本身 只是有調味粉 所以麵體本身就有調味 所以為什麼要再加調味料 不用了 我用鹽巴跟胡椒粉就好了 對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科學麵 是直接可以扒來吃 其實你就算不加調味粉也OK 麵體本身它有調味 麵體本身它有調味 像麵線也有 麵線鹽味也很糟 麵線是用鹽來保存的 然後你看現在這樣 剛剛這個煮完了 這個放上去 然後海帶牙 海帶牙放些進去 我海帶牙會放很多 對 然後放一點蔥 好 實際上我煮的那個份量 可以放三四碗泡麵 所以我現在只是 你看這兩份都給你們吃了 我現在放一份在這邊而已 了解 然後把熱水 熱水再沖上去 所以你最後熱水再沖上去 然後慢慢去浸泡 對 讓它海帶來泡開 然後同時剛剛的也不會過熟 剛剛那些雞肉還有麵體 什麼都不會過熟 你吃的時候 這多滿足多好吃的一道泡麵 鼓掌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我剛剛已經先吃了 那個裡面的配料 它完全不鹹 對 所以很多人家營養師也剛剛在講 其實調味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當然 不是麵體的問題 對 是調味料本身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那個問題拿掉了 對 我們放了很多新鮮的蔬菜 食材 雞肉 你吃泡麵哪有雞肉那麼多的 沒有 因為這個 我剛剛看到我們柯老大在做的時候 伊里斯這道他笑得最開心 對 因為他可以吃 而且他有不同顏色 這個你敢吃了吧 這敢吃 而且非常健康 它兩種不同顏色的蔬菜都在裡面 然後他要用優質蛋白質雞肉 而且它的味道其實雖然不鹹 但是味道夠 而且重點是它的味道吃起來 是清清爽爽的 對 但是都香氣十足 對 但是今天柯老大是 你這道不能加進來一起PK 沒有 我要跟趙北宜 跟甄莉讓PK一下 不要 他們又哪有一面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PK的 當然還是北宜姐跟甄莉姐 我們今天北宜姐帶來是 黃金廣東泡麵 PK是甄莉姐的青醬乾杯麵 到底誰會獲勝呢 好 到了我們的試吃時間 好 那我們先吃這個盤子裡面 好不好 有三種不同的口味 對 你用叉子捲捲捲 他在學義大利麵 用捲的 對啊 這麼小就是個吃貨對不對 對 他餓了 他吃餓了 然後中間還有蛋 他在嘴巴裡面 把三種味道混合在一起 對 對 那你再吃這個好不好 綠色的 你不要綠色的 這不是要吃綠色的 他可能覺得那個綠色 沒有蒜頭的味道 他蒜頭的味道有一點 所以朋友會比較喜歡 那種糖醋的味道 對 糖醋啦 還有剛剛那個油蔥其實都香香 好 接下來我們換吃下一個 小小碗裡面的好不好 好 你也太帥了吧 他都是一口 對啊 他直接都一口吃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進行投片了 好不好 誰要先 好 你先 拜託 大哥 你根本沒吃完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個 你每一種都吃一條而已 你每一種都吃一點點 你知道誰都比較好吃嗎 重點是你 你知道誰是誰的嗎 你確定 好 先預測好了 我覺得兩道都很有味道 但珍妮姐真的心機滿重的 她用了三種口味 我剛剛吃其實因為 因為它的麵體在那個醬汁味道都有出來 它的那個醬汁都有入那個麵體的味道 很好吃 但是它的青醬 我覺得可以學 但是可能那個蒜頭 蒜頭比例 小朋友如果味覺比較敏感 它確實是比較刺激一點點 所以可能會比較辣一點點 對 然後本魚的其實它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搭配上面來講 因為它有搭菇類 那跟菇類一起吃 其實它有水分 雖然它的麵體是用煎的 我剛剛吃的時候有一點涼掉 但是它的味道也是有進去 但是它比較是乾一點 所以它確實要搭配香菇一起吃 我是預測 因為蒜頭會小朋友可能不喜歡 所以我是預測 對 OK 那柯老大 我也是認為就是說 因為蒜頭的味道 你也覺得認為蒜頭味道過重是不是 對 大人是喜歡 因為它是生蒜 所以我今天分開的 那個蒜頭青醬是for大人吃的 小朋友是要吃 你今天拿出來PK 你今天拿出來PK的是青醬 對 三種 三種 OK 我為了這個節目做的三種 而且它還帶很多傑心 對 還有它的蛋精神新型 真的 但是我還是認為本雲都會贏 但是到底是誰 我認為本雲應該會比較 OK 他們會比較喜歡一點 既然兩位都預測本雲姐會贏 我不知道小朋友喜歡誰囉 那你 那個 你知道哪個是哪個 你先回答 誰是誰的 哪裡 淡淡的 然後還有呢 旁邊那個是什麼 兩個都滿面面 好 那你去投票了 好 投 誰是誰的 哪裡 淡淡的 然後還有呢 旁邊那個是什麼 兩個都滿面面 好 誰是誰的 好 那你去投票囉 好 投 還是看顏色喔 還是看顏色 他真的不確定 好不好 他已經過了 好 你要投這個對不對 好…來…回來 那個右邊那個 剛剛你有吃到三個 不同顏色的 左邊的就是尖這樣脆脆的那種 好不好…去投票 先獲得了兩票 竟然是甄莉姐的 好 來 那個換Rider Rider你剛剛都有吃完嗎 都有吃完 那你知道誰是誰嗎 一票是Rider 不知道 你剛剛要跳我說 我不知道 你不要這樣 舞蹈小孩啊 因為你剛剛弄了三種 然後你現在那邊只有一種 右邊的那個 是有 剛剛有淡淡的 然後有三個顏色 第一次吃的 第一個的 那第二個小小碗的是 左邊那個 OK嗎 好 那你去投票 我覺得糖醋有差喔 我覺得搞不好 小朋友是喜歡糖醋 先糖醋 對 你看他那個面 裡面都剩下的是那個 青醬 真的喔 好 Rachel你選好了嗎 決定了喔 好 那你去投票 壓倒性勝利 怎麼會 YES 所以甄莉姐有沒有公平 姐姐妳每次來都贏 沒有 沒有每次來 我上次輸 我輸給那個叫Vicky 我就決定回來要穴子 不是 因為重點是 你不能開了一道料理說 我要做青醬泡麵 然後你 我原來先開料理 就是三個口味 可是他說因為要口給你們看 所以他叫我用青醬 可是我本來就是做好三個 是 對 然後我覺得小朋友 為什麼會投我 因為他們看到那個愛心蛋 不覺得 我覺得小朋友投你是因為糖醋 糖醋 真的嗎 是嗎 是糖醋的味道 糖醋甜甜的 小朋友比較喜歡 他們都還留青醬 對啊 他們青醬青醬 但糖醋都吃完了 對 那時候我就有說 小朋友要吃糖醋了 所以我才會做這樣子的醬 你什麼星座 我母羊 母羊會搞心機這一套 不會啊 我沒有搞心 我真的是準備三道 四次做到會搞心機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 本宇姐是不是也是很好吃 我覺得它問題是在冷掉了 我覺得它這個麵 是不是煎完之後 趕快熱熱吃 它那個香氣才會夠 然後它冷掉就變乾了 所以小朋友可能會吃到 沒有 會乾乾的 它就是出一些小招數 小星雞 小星雞 這就是告訴我們下次一人來 你可以開A料理 然後做B料理也是可以的 這個就告訴我說 下次還要再多來幾次 這樣才會抓得住 小朋友的那個同胃 因為他來很多次 第二次就知道 我第一次也輸 第一次也輸 其實兩樣都很好吃 下次要做三種口味 對 兩種就可以了 小朋友會一直很笨 很笨 對啊 所以今天的這道比賽 告訴我們其實兩位專家 都疊破專家眼鏡了 對 你們兩個都預測她贏 結果是她贏 好 其實都很好吃 謝謝本雲姐 謝謝 謝謝珍莉姐 謝謝我們的特好大 謝謝怡玲 謝謝 就是下次見了 拜拜